假设PQ向量是等于5-2 而且已经知道Q点的坐标是E3 是求P点的坐标 在这里我们要求P点的坐标 所以我们就假设 假设我们P点的坐标为多少 为XY 那么我们PQ的向量 就要用Q点的坐标减掉P点的坐标 好Q点的坐标是E3 P点的话是XY 所以我们来做相减 X分量的地方1-Y 1-X 而Y分量的地方就是3-Y 好PQ向量就是题目告诉我们的5-2 好5-2 那么这是两个一样的向量 所以X分量会相等 Y分量也会相等 好1-X等于5 3-Y会等于-2 所以我们来一项 X就会等于-4 而Y呢就会等于5 所以我们P点的坐标就是-4 5 X-2 5-3 5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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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-6